图片来源涉图网在全球股市上演绝地反弹潮之际,A股三大指数早盘权限高开。 此后,一路走低,午后在中国石化跳水,带动下,大盘翻绿收盘权限下挫。 户指暂施2500点,极致收盘A股三大指数,全天单边回落板块全线飘绿个股普跌。 创投股全线杀跌户指暂施2500点报2483.09点,低0.61%成交额1125亿。 深层指收报7215.34点,低1.02%成交额1515亿创业版,收报1248.08点,低1.26%。 成交额497亿刀间三大指数,原本全线高开护纸,涨1.18%,深层值涨1.55%,创业版涨1.51%,行业版块全线飘红,受益于国际油价暴涨能源石化版块集体大涨,油浮板块全线走强。 通源石油一字涨停两桶油,均涨于2%港股3桶油领涨中石化,中石油均涨超3%,中海油涨近3%,然而以后,中石化确认联合石化沉波,沾气已停止之后,中国石化A股及H股双双暴跌,呈现主力资金浸流出状态及A股盘中,低幅超过百分之路。 严重拖累大盘,当时护制由红帆绿,失手了2500点石油天然气板块领跌。 中国石化H股也在午后跳水盘中超4%成交额,近7亿元开盘一度涨于3%至收市。 中国石化跌6.75%,出年类第二大跌幅。 半导体板块盘中移动明阳电路直线风板式运电路,广东俊亚,汇定科技纷纷跟涨。 早盘地产股表现活跃南国之夜涨于5万颗A,保利地产,荣盛发展均涨于2%。 创投板块全线走低通产力行,闪崩触及跌停民风特质,酒顶投资,华洪赛格纷纷下挫。 各股方面中红退平,开爆0.21元收盘大涨近5%中红退,进入最后一个退市整理日。 公司此前公告称,股票已被深交所决定,终止上市,将在退市整理期借满后被摘牌。 腰股泰勇长征5后直线拉升一度触及涨停板。 成交于6亿横利10页,5后涨停路的二连板。 每日经济新闻综合华尔街见闻,市场公开消息,每日经济新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